我还没有看到你提到的相关的报道 中方在制裁问题上已经多次强调了我们的立场 中方不赞同通过制裁解决问题 更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的单边制裁和长臂管辖 我们也多次说过制裁和战争一样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还会制造出新的问题 我们也奉劝美方有关的政客 改掉动辄威胁制裁他人的毛病 他们应该做的事为乌克兰局势降温 实现和平协商 解决乌克兰危机 做点实实在在的事情 我听说俄罗斯级指挥家 因为拒绝谴责祖国 而被某西方国家乐团开除 俄罗斯电影被排除出评奖活动 大学里停止讲授托斯托耶夫斯基的著作 因为俄罗斯坦克上印有字母Z 在一些国家连展示字母Z都被视为违法 西方政客常常挂在嘴边 说文学无国界 艺术无国界 音乐无国界 他们还说 私有财产 神圣不可侵犯 那这些作家 音乐家 他们何罪之有呢 还有俄罗斯 那么多个人的财产被冻结 甚至被没收 他们西方这些政客 挂在嘴边的这些原则 都到哪儿去了呢 这些疯狂的做法 对推动局势降温 起不到任何的积极作用 我们希望各方都能冷静下来 把精力集中在劝和促谈 而不是升级制裁 激化矛盾上 感谢观看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